香港是一個樓宇密度極高的城市 港人的工作和生活 都是在這些一洞洞而又擠迫的建築物中不斷交替 我是Andy Yang,香港建築攝影師 不斷嘗試建築攝影的方式 去記錄和展示獨特的香港 我試過用很多不同的角度拍攝 但我發現地面上的拍攝都比較單一 很難實踐到我的想法 我需要一個全新的角度去表達我心裡的香港 2015年,我第一次接觸航拍 由高空虎暗整個城市的建築棍 建築錯落有志 就像石屎砌成的熱帶雨嶺一樣 密集重生而又充滿生機 原本看落平凡的街道流雨 其實當你換這個角度就可以成為藝術 由那時開始 我就以Urban Jungle為主題 進行航拍攝影去記錄香港的故事 在戶外拍攝的時候 難免需要攀山攝水 Phantom 4 Pro Plus 方便攜帶 配合專業的相機性能 是最適合的航拍選擇 足夠的動態範圍 亦可以將影像的細緻 完美地呈現出來 給我一個很大的創作空間 而照片的畫質完全滿足到Gallery的需求 透過展出作品 我可以將香港獨特的一面 帶給更多人 我一般很少在作品上加太多範圍 相信好的作品自然可以激發想像 就像大家對Urban Jungle 都有各種不同的迴響 有人看過之後很想來香港 有人會想起在香港的生活點滴 也有人從中反思香港的居住環境 在這些價值連城 有密集的倭居背後 其實見證住的是700萬香港人 奮鬥幾十年的香港 我希望當大家再次想起香港的時候 在腦海中浮現的不單只是購物 比食 玩樂 而是一個獨特 而有生命力的城市 我會繼續用Phantom 創作航拍作品 將香港這個Urban Jungle的魅力 帶給更多人去領 同台會 封信 請堂 請堂